好的 还可以上面 当然今天不要求那么高 上面还可以再放弃一点 比如说这儿到这儿的话 这个音已经到这儿的时候 它要更多的去放弃凶声 就竭力傍扬的 它要到这儿了 它要放弃这儿 它从上面要下来了 它要放弃上面 就互相的转换 要学会放弃 走 放弃更多 好 挺好的 好听一下 你听一下你会觉得更好 你看 好 就是这个关系 我就是没有好控制好 一个是控制 一个是要会放弃 是我们可能会控制 这个也是有凶声的 不是说音量一放弃了 就是要学会把这儿放弃掉 不是只是控制 是两个都要做 又要控制又要放弃 要么就是头声转到胸声更多 要么就下面转到上面更多 所以这一条是超过了五度 肯定是需要的更多了 如果我们在一个导人咪之间的话 还好一点 所以五度的训练就 就慢慢的就 就要转换 就要更多 还不错 我觉得 你说 我觉得这个 我好像今天晚上这段唱得不好 但是我这个是练过的 我练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比较好 就是我这明白你的意思 我没有唱出我想要唱的那个效果来 没有没有 也没有不好 没有不好 没有不好 看没有 没有唱到我 你期望的那个 对没有唱 只是有一个地方 只是有一个高音的地方 所有的时候 再多放弃一点 这儿 只是说我 我本来那个屋是唱得最好 你知道吗 那个你唱的应该是唱得最好 就我唱这不好 没有说不好 因为我对你要求比较高 因为你的声音条件很好 你的本钱蛮好的 你有本钱的 而且你的声音的音色非常好 就像一个人长相一样的 有的人声音很通 高也有低 有又宽又结实 但是没音色 尤其是在职业演员里面 我们就是 音色就像一个人长相一样的 就这音色漂亮 就像这个人好漂亮 就这感觉 因为你天生还是有高音的 所以一起就会起得很高 所以对于你来讲 中低音的训练特别重要 碳的声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对高音也有好处 所以碳的声 每个字都要往下碳 对对对 每一句都有 对每一句它都是 不能再平地起 我再给你讲一个 讲一个小道理 你一下就明白了 就是我们盖楼的时候 盖得越高层 比如说五层 八层 十层 十五层 二十层 一百层 比如这样 越盖得高 地基越打得深 是吧 这是 那咱要盖个鸡窝 咱用打地基吗 是不是 所以呢 当我们气一全 我们在嘴巴里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 没有去打地基的时候 我们这个声音出来 就是那个平地起高 平地 你在这起的高楼就不对 就感觉就不对了 就这意思 听觉上就不对了 是不是 对 我已经体会到这个问题了 但是就是说 在实操当中 真正能探 就真正的探下去 还是需要练在练练 我们现在 我们拿一个歌曲 找它的优点 找它的问题 现在就开始 就要弥补那个问题 声音一出来 我看看 它就是个 这个音的话 它就是一个 你的终身区 它是你的终身区 它不是一个高音 所以凶声会更多 好 闭合得再好一点 你看 它就容易跑气了 在这里起来 在这里起来 我一直在看你 你去这个高音的时候 你看从这个三楼 是三楼 一下到八楼 三楼到八楼 你没有去想打地基 你看 我背话 你再想 你又想 保证就有了呀 对呀 说得对 我就一直看你 你这样 哎呀 这个时候 一看 要上八楼了 我们要打地基了 你哪怕你蹲一下都可以 对呀 对了 美好 好 那我就要求一下 每一个音出来 你都挖一个坑 打地基 更要打更深 我 我 更要上 多深 缺 缺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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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了 回来你听这个啊 你听刚才我们这一遍啊 改了好多 第一声带闭合更好了 第二由于你想了 在每一声之前 想了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所以声音就叹下去了 高音就不会去够了 高音的地方往下探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使用 非常重要